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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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这就是我们陕北的民俗——安塞妖谷 表演者可有几人或几千人同时进行 庞博的气势、精湛的表现力令人陶醉 被称为天下第一谷 安塞妖谷是黄土高原的绝活 它粗犷、雄厚、活力十足的特点 与当地的自然环境、地理风貌、民生民俗等密切相关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 人的表演和谷的演奏完美地融合在一起 可谓相辅相成、相夺一章 安塞妖谷也有它的历史起源 我们都知道 谷是战争当中必须可少的中备 两军交战、击谷准威 敌军突袭、击谷报警 取得胜利、击谷庆祝 正因为如此频繁的战事 使得谷在安塞地区避着流传了下来 这种谷在流传的过程当中 演变成了易于携带的妖谷 随着时代的发展 妖谷从军事用途逐渐演变成为 当地百姓用于祈福许悦 庆祝丰收的民俗性舞蹈 2006年5月20日 安塞妖谷被列入第一批 国家非物质文化遗场 同学们 你们来想象一下 百千个陕北青年 以黄土高原为席 以汤天为木 一边击鼓一边舞蹈 那真是一个惊心动魄呀 不如就让我们现场来感受一下 现在呢 请同学们把双手放在桌子上面 老师先做一个示范 同学们试试 好的 那么接下来我们连击三次 再加上八次重锤 接下来我们把这两段连在一起 试试 好的 同学们感受完之后 是不是发现原来击鼓是真的需要很大的力量 穿越两千多年的岁月 当我们面对安塞妖谷表演时 磅礴的气势 它依然让人震叹 让人如痴如狂 今天 就让我们透过陕北作家刘成章 勘唱淋漓的笔墨 一起去感受吧 刘成章 杨晓明彩获得首届鲁迅文学奖 那么现在我们对本课的学习任务 有一个了解 一感受安塞妖谷 二 三读法 了解修词与写作 三 把握作品主旨 相信同学们在学这篇课文之前 已经有了一个预习 那现在呢我们简单的 来测试一下大家预习的情况 字音 其中的 慧暗 漠然 磅礴 戛然而止 需要着重注意 下面是 词语的义分 抗本 极度兴奋 慧暗 一般指的是混乱 这里呢是指你往前处的义分 看围观指 在美看到的事故跑到了极点 戛然而止的声音突然中断 但是 下面呢我们一起来听读课文 一群冒腾腾的后生 它们的火 它们的身后是一片高凉地 它们的身后是一片高凉地 它们的朴实的就像那片高凉 四溜溜的冷光吹动了他们的栗子 也吹动了他们的衣衫 他们的神仙沉稳而安静 紧贴在他们身体一侧的腰部呆呆的 似乎从来不曾想过 但是 看一吹起来就发痕了 梦琴了 没命了 百十个邪为小龙的后生 如百十块被强阵不断击起的石头 狂拥在你的面前 这一样是急促的湖略 旋风一样是飞扬的流松 乱花一样是蹦跳的脚步 火花一样是闪射的桶圆 都一样是强健的疯子 黄奔高原上 搞出一场多么壮阔 多么豪放 多么火烈的舞蹈 这一场多么火花 安赛的妖骨 最后 使病毒的空气 力气变得造成了 使玄境的药观 力气变得飞剑了 使混血的世界 力气变得亢奋了 不 使得想起 若日照拿起 把银放消消 使得想起 千里的悲声 万里的赏 使得想起 混淡了 也灵犀了 灵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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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灰犀 然后 永远灵犀了 但是 大彻的大悟 容不得手 容不得羈牌 容不得逼死 是挣脱了 冲破了 撞开了的 那么有劲 好一个暗散动物 满石变了变化出了沉重小声 工作在四野长着酸枣树的山崖上 山崖莫然变成了牛皮鸿 只听见龙龙 龙龙 碗石变了变化出的沉重小声 碰撞在移过了一切融杂的观众的心上 观众的心也莫然变成牛皮鸿 也是龙龙 龙龙 龙龙 龙龙龙龙龙的豪庄抒起 龙龙龙龙龙的严峻的丝丝 龙龙龙龙龙的鼻尖翻起的砸着草根的土浪 龙龙龙龙龙的镜头的花生和排挤 一同时都能驻起高 Meloy龙龙龙龙 dieser 赞承插 龙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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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on 手写当下辣植� Enclo 很享受 它是你精密于 那龙民一种 熬果着的躯体 那消化着 红豆角角到南瓜的躯体 居然可以释放出 那么奇微磅礴的能量 黄土扣人 你生养的这些 元气临维的后人 也只有你 才能承受 如此惊心动魄的国际 多水的江南 是一岁的窝 在那儿 打不得这样的窑 除了黄土高原 哪里再有这么厚 这么厚的土层 好一个黄土高原 好一个安塞雕谷 每一个谷子 都充满了力量 每一个舞姿都呼呼作响 每一个舞姿 都是光合影的 匆匆变幻 每一个舞姿 都使人站立在农烈的 艺术享受中 使人叹为观止 好一个痛快的山河 彭博了想象力的 安塞雕谷 玉垂 玉垂 玉垂玉垂 心体已成的沉重而又纷飞的思续 玉垂玉垂 思续中不存任何言语 玉垂玉垂 痛苦和欢乐 生活和梦幻 摆脱和追求 都在这舞姿和谷蝶中 脚趾旋旋转 凝聚 奔脱 浮射 范畏 生花 人成了黄芒一片 生 成了黄芒一片 当他家园而至的时候 世界出奇的寂静 一直使人感到 与他十分陌生的 坚持想来到另一个星球 耳畔是一声 渺人的 心体 好的 多学们听完朗读之后 相信对本文有了一个大体的印象 本文的感情基调是健康 充满力量和活力 下面呢我们进入 一读 读出气势和语调 老师呢 想先示范读读第七段 同学们呢 边听边在脑海当中想象一下 安带妖虎的场面 去感受他的气势 幕志愿者 边ной 读出 或是 fer 或是 阿 加 有 读 管 短挖一样,是凤凯的角度, 活花一样,是闪色的头人, 豆腐一样,是强健的风格。 王子高楼上,抱住一场, 多的重作,多的好感, 这么火热的舞蹈啊, 安赛妖鼓。 同学们,我们知道本段主要描写的是 安赛妖鼓表演开始时, 那种壮阔,豪放,火烈的场面, 赞颂了那喷勃欲出的生命点。 在读发痕,忘情,没命, 这三个词语的时候,读得简洁,有力。 像中语,旋风,软蛙,火花,冻虎, 这五个词语,中毒, 并且用急促的, 富有跳跃性的节奏来朗读, 来表达, 安赛妖鼓场面的壮观。 最后的句子, 正火,豪放火烈。 这是作者, 对安赛妖鼓直接的赞叹之心。 所以,我们要把这样的感情带入朗读当中。 我相信同学们现在都想尝试一下。 那现在呢,请同学们选择自己喜欢的文字进行朗读。 在朗读之前,老师有一个朗读提示。 一到四段,是鼓声响起之前,用中速按缺乏力量。 中间部分,是鼓声响起来,语调高昂积悦。 鼓声响,读出幽缘细节,各有所思的情绪。 语速,舒缓,轻柔。 现在的时间呢,就教给同学们,自由地选择文本朗读。 好的,同学们都选择自己喜欢的文本进行朗读。 那老师呢,有一个小方法,可以教同学们来检测自己的朗读水平。 朗读一共有三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是读准确,字音准确。 第二个层次,是读流理,句子通畅。 第三个层次,也是最高最难的一个层次,是读的有感情。 那么同学们就想问呢,读出什么样的感情,怎么样才能读得有感情呢? 有很多同学啊,都很喜欢安塞要鼓表演时,特别是高潮部分的段落。 就是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段。 那老师呢,就与这三段为例。 我们一起来了解,怎么样读出感情。 首先我们看到,这三段有十二个感叹号。 感叹号,是表达强烈的感情。 结合本文的基调,和这些段落的内容。 我们知道,在这里就要读出激昂,活力,热烈的感情。 以欲锤欲裂,欲锤欲裂,欲锤欲裂三个词语。 三次反复,三次中读,读得简洁而入力。 将之旋转凝聚,奔出骨射,翻飞胸滑。 七个词语。 不仅要读得吭腔激昂,而且使用快节奏的朗读。 可以使内容表达出更加强烈,更加热烈的情感。 使人感受到,安塞要鼓表演已经达到了高潮。 人的生命力得到了尽情的释放,生命力量喷勃而出。 下面呢,我们进入二读环节。 二读,读出内容与情感。 首先我们来思考第一个问题。 文章跟几个阶段写安塞要鼓的。 可以结合所给的提示句子。 第四段当中, 妖狐呆呆的死路从来不曾想过。 第二十八段当中的句子, 当他戛然而止的时候。 是的,安塞妖狐就是从表演前、表演时和表演后三个阶段来写的。 其中一到四段写安静的咬骨。 五到二十七段,激昂的咬骨。 二十八到三十段,静静的咬骨。 我们发现,文章的主体部分就是表演时的五到二十七段。 那么我们看一下, 五到二十七段当中重复次数最多, 当读时感情最激昂的句子是哪一句呢? 同学们都很厉害。 是的,就是这句好一个安塞妖狐。 在文中重复了四次。 由此,将文章的主体第二部分按四个角度来写安塞妖狐五的艺术类底。 分别是七到十三段,十四到十七段,十八到二十二段,二十三到二十七段。 接下来,同学们可以运选其中一个角度的文字, 进行养读《体会作者的赞美之情》。 好的,我们分别读到了第一个角度。 赞美的是安塞妖狐红尾的场面。 第二个角度。 雄众的响声。 第三个角度。 鸡骨的厚声。 第四个角度。 奇迪的骨姿。 这就是作者赞叹的内容。 这就是作者情感表达的内容。 我们现在来回顾一下。 作者按照三个阶段。 这边是表演前。 表演时。 表演后。 以及四个层次。 红尾的场面。 雄壮的响声。 鸡骨的后绳。 和奇迪的骨子。 来写安塞妖狐的。 那么呢,我们重点来抓住这四个好一个安塞妖狐。 一起去品齐。 老师带给大家介绍一种品齐的方法。 叫做文本批注法。 就是在这个句子旁边的空白的地方写上你对这个句子的思考和心得。 以这四个句子为例。 老师的批注一。 这句话出现四次。 形成一唱三叹。 回缓反复的气势。 不仅推动情绪向高潮发展。 还提示了文章的内容层次。 批注二。 好一个。 说发了作者对安塞妖狐的赞美之情。 也可以说是文章的抒情线索。 那接下来我们就运用文本批注法。 对文章的凶词进行赏息。 好的。 同学们呢都进行了一定的批注。 那么现在呢我们精选几个句子。 我们来共同赏息。 第一个句子。 运用了比喻的修辞手法。 生动形象的写出了年轻厚身。 不做作。 不招摇。 就像高粱一样。 腐蚀无华。 自然健康。 表达了作者对厚身的赞美之情。 那么第二个句子。 冰冷。 对造格。 田径。 对卑贱。 困倦。 对亢奋。 对亢奋。 还有排比的修辞手法。 深小气势不可阻挡。 继续。 这些句子当中我们可以看到。 欲锤欲裂。 重复了三次排比和反复的修辞手法。 将安在腰部表现出来的利与美推到极致。 难度升级哦。 比较朗读这两道字。 在朗读当中想一想表达效果有什么不同呢? 是的。 片段二运用的是短句。 简洁有力。 档中起来就好像是结束的重点。 其实两个句子都用到了排比的手法。 都表现的是安在腰部的壮阔、豪邦和火烈。 但是我们经过分析知道。 片段二是短句排比。 句是整齐。 更能够形成一种坑腔的节奏。 一种积累的氛围。 一种火爆的场合。 短句排比可以表达出作品更加深层的含义。 这同学们在以后的写作当中可以借鉴。 我们知道文章运用了大量的排比。 我们知道文章运用了大量的修词手法。 像比喻、排比、对比、反复等等。 让这些充满激情的语言互相碰撞。 能够产生出一种排山倒海的气势。 那么我们来想一想,文中哪一种修词手法是用的最多的? 对的,排比的修词手法。 而且是用排比不同类型的修词手法。 我们来进行归答。 一,修内排比。 像发狠、忘情、没命,修与修的排比。 是的,咒语一样是急促的读点。 一直到动语一样是强健的疯子。 咒语和修词。 三,断与断的排比。 三个使人想起。 排比的修词手法。 可以使文章庆势恢弘, 语气连贯, 节奏明快,语句很强。 能表达出强烈的思想感情。 刚才呢,我们学习的是修词手法。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对文章的写作方法进行归纳和整理。 一,经读主体文字。 理解虚与实相结合的书情类。 文章。 文章写古生。 虚写的是严峻的思索。 实写五字。 后院虚写的, 是成了沉重而又纷飞的思绪。 。 批注一。 实的描写, 给予以对强悍直观的视频出击, 被把读者带入一种虚的境界。 写现场感受, 写安向腰部的强大正法力, 使人最终大扯大呼。 这是一种诗意化的写法。 读者能够在这篇短文当中感受到虚实结合的书情类。 经读完初体的文字, 我们再来看看首尾段。 二,经读首尾段。 理解动与静相结合的印尘类。 。 开头段, 由静入动, 必在去世。 静默的装甲和后身的镜像, 并成了后面腰部表演的动感。 结尾处。 由动到静, 亦带余味。 按下腰部的欲垂欲裂, 到腹归静默, 是以静称动。 那一身遥远的鸡皮, 就映尘了眼前, 充满沐生的气气。 留下独特、悠长的语味。 。 修辞手法和写作手法, 我们都进行了归纳。 那么, 不知道同学们, 刚才同学们, 画修辞手法句子当中, 有修辞手法到一句, 能够高度概括, 安赛腰部所宣泄的, 生命里的一句话。 是的, 同学们都知道了。 绒部的树, 绒部的基板, 绒部的闭塞, 是振脱了, 冲破了, 撞开来的, 那么一股劲。 我们不接思考, 是什么, 树尖部的鸡蛋, 闭塞了那么一股劲。 那么一股劲, 会要振脱, 冲破, 撞开什么呢? 这是文章的主纸句。 我们接下来重点, 来理解这句话的含义。 理解主纸句有一个方法, 可以结合作者, 写这篇文章的背景资料。 我们一起来看看。 这篇文章, 写于1986年, 中国正在进行改革开放。 改革开放, 就是一场落后与进步, 云美科学, 传统与时代的碰撞。 我们知道, 黄土高原, 虽然雄浑壮阔, 但是它贫穷, 落后, 交通闭塞, 以作者为代表的广大人民, 都渴望着变革。 因此, 我们可以看到, 因此, 我们看到, 那帽腾腾的后身身上, 听到安塞腰鼓鼓声的时候, 我们就感受到了, 生命的力量。 那一股劲, 那一股劲, 是腰鼓的响声, 是后身的力量, 是整个黄土高原的, 生命的律动。 是落后, 是贫穷, 是愚美, 束缚了那股劲。 那股劲, 是要突破障碍, 改变落后。 这, 难道不就是, 我们中华民族, 求变革精神的, 真实写照吗? 由此, 我们可以得出, 本文的主旨。 歌颂生命的力量。 歌颂中华民族, 变革的精神。 吊达广大人民, 渴望变革, 以及敢于斗争的精神。 联系当下, 我们也更能够去理解, 安塞腰鼓的, 时代意味。 我们都知道, 安塞腰鼓, 是古时候, 战场当中, 将士们, 浴血奋战, 应有杀敌的号角。 是将士们, 征战凯旋的欢迎曲。 当前, 新型冠状病毒疫情, 牵动人心。 大宅面前, 有大爱。 只要我们, 众志成成, 团结一心, 我们一定能够打赢这场, 没有硝烟的战役。 相信, 安塞腰鼓, 就是激励全国人民, 和病毒, 进行斗争的号角。 也是为打赢这场, 胜利, 而准备的欢迎曲。 下面呢, 我们进行, 小节。 表演前, 安静的妖鼓。 表演时, 气势雄魂的妖鼓, 响声震天的妖鼓, 搏击心灵的妖鼓, 武姿齐力的妖鼓。 当她, 戛然而止的时候, 又回归寂静的妖鼓。 这不仅是人们, 开辟崭新天地的象征, 也包含了丰富的人生哲理。 学以致用, 举以反三。 请同学们, 完成以下两个作业。 谢谢同学们, 下课。